今天我去到什麼地方 我今天去了夏紹興和Joey演唱會的記者招待會 今天很開心見到Summer 原來不經不覺我已經認識了他們三十年了 大家看到也很開心 所以也有很多故事想聽他們說 但是先不說這些 為什麼今天會無端端去他們的演唱會記者招待 原因是他們明天的演唱會就會開售那些演唱會的票 很老實說原來我今天不說不知道 說了才發現原來Summer已經69歲 他這個演唱會 今天看到記者說的時候 他很謙虛 為什麼會有這次的演唱會呢 原來就是因為他之前在太平演唱會做嘉賓 那當時現場的氣氛是非常高漲 就是Summer一出來那一刻 那個現場氣氛是高漲到他們沒有想過的反應這麼大 結果就在太平演唱會之後 他們也決定了演唱會 這次幫他搞演唱會的單位就是一個本身做LED燈 在香港做LED燈很出名的一個製作單位 其實他之前就在國內都有做很多大型的項目 其實都是一些大型的運動會 200年的大型運動會都是他們有份一起去做的 變成了這次他們的賣點 除了是Summer的歌之外 他們就把一些和外星人 因為Summer是一個外星人的專家 UFO的專家 所以他們的構思就是很特別的 就是把一些外星人的元素 還有一會兒說Summer和Joey 他們兩個本身是不同的背景的人 他們這次的演唱會 就是把兩個人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變成這次的演唱會 還有他們很想說的就是關於虛漏的問題 因為他們都說外星人其實也有他們的家鄉 他們這麼老遠 從外太空來到地球 其實他們會不會都有想家的一個想法呢 所以在這次的演唱會 他們都花了很多心思 還有製作單位都說明 這次你們如果來聽這個演唱會 有機會你會以為自己在太空館的情況去聽這個音樂會 所以我自己本人很期待他們這次的演唱會 原因就是因為Summer本身都已經好像很久沒有開過演唱會 還有他自己都說了 這次他們的演唱會是沒有嘉賓的 演唱會這次將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他這次的演唱會就是未來的11月13日 在九展那裡就會開一場 記住是一場的 所以如果大家要買票就要留意了 我今晚都會將他們買票的連結 訂回到我們娛樂水奶媽的Facebook專頁 如果大家有興趣買票的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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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早10點準時 去到那條連結就要結束了 因為我估計你們只有10分鐘時間可以搶到票 因為你知道九展的場不是很大 座位也不多 他們的票數量只開8成半的場地 所以如果你頭10分鐘搶不到票的話 Sorry 沒有人幫到你 你也不要叫我幫你買票 是不會發生的 如果你買不到票的話 我可能有其他東西送給大家 看看你能不能買到票 再說一件事就是 很想說的就是 Summer為什麼這次會開這個演唱會 她也跟製作單位那裡說過 原來Summer今年已經69歲 她自己也說如果這次演唱會有機會 可能是她最後一次演唱會 其實是不開心的 因為以她一個這麼高層次的歌手 她是公的 她有這個想法 我們都要明白一件事 人人都會有腦去的時間 Summer說這句 我就覺得這個演唱會 更加值得大家去撲飛看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1000元 請職訂購支持 那我就說 就說 因為這件事已經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那當年我還在做雜誌的記者 有一天就發現 有新聞報導說 當時有一個劇組叫 人生馬戲團的劇組 就在這個番茹發生了一些意外 那是什麼意外呢 劇組的人在晚上下班之後吃飯 就被當地的一些惡殺打上烏尼 楊詩琦和當時另一個女演員 鍾家欣就失蹤了一段時間 才找回 當時我們收到這個資料之後 我老闆第一時間就叫我上去 他們拍戲的地方就找他們 當時我就上去找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這件事呢 當時他們有一個龍虎武師 我也跟他熟悉的有計談 他將當晚發生的事 告訴我 你記住這個龍虎武師 當時這件事發生之後的那個禮拜 他就無緣無線炒了 原因就是無線炒了 他把一些東西告訴了給記者 當時他硬吃了那個死貓 那當時 這件事反過來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原來當晚 人生馬戲團裡面有兩個男演員 不知好大 就走去撩當地的一些 不是說社團人 可能是當地一些惡霸的女朋友 或者嫂嫂 叫嫂嫂 當日他們去吃飯的地方 是一間卡拉OK的扒房 他們吃飯的地方 他們都很聰明 就是自己有個房間的包廂 整班人在裡面吃飯 和外面的人 沒有直接交流 誰知道當時這套劇的有兩個男演員 就走出去撩當女生 誰知道很撩不撩著的嫂嫂 那嫂嫂被你這樣 撩棄完 當下就心心不憤 就告訴了她的老公 不知道老公還是外人 於是她老公很快就照來 大批人馬走上來找悔氣 其實當時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有人點名 就要找那兩個 找楊思琦和鍾佳恩 去陪走道歉 但是其實他們都知道 那兩個出去就死定了 那不就飯了 於是有人就說 不如我們安排另一個女演員陪你吧 當時的女演員都出來 都知道怎樣應對這些人 但是他們就不接納這個條件 於是就在這個 Kalum K跑步裡面就吵起來 當時情況已經開始混亂 然後這個龍虎武師知道不對勞 那馬上做什麼呢 就馬上帶著楊思琦和中間整班演員離開 誰知道他們落到樓下的時候 樓下就已經原來 人家整班的人在等招呼你 結果這個龍虎武師 為了保護他們兩個 就和人打架 當時他們好像手都被人打斷了 那接著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現場已經是非常混亂的事情 現場是一大班人在打架 當時就非常混亂 結果呢 各自打完架之後 各自回酒店 誰知道糟糕了 他們各個 就發現中間和任思琦兩個不見了 然後大家到處找 但真的找不到 結果呢 當晚他們吃飯的時間呢 是晚上七八點 我想當時那個混亂情況發生的時候 晚上九點多十點不會太晚的 但是他們兩個結果呢 是第二天的差不多五六點 差不多天亮才回到酒店 而當時呢 因為他們大家都 有些人都在走進大堂等他們回 結果就發現他們當時的情況都不是太好 有些頭髮亂了 衣服都亂了 那當時都不說那麼多了 立刻接到回房間了解 那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呢 其實當日我上到這個酒店的時候 都找了很多天才找到當日見到 很牧擊這件事呢 兩個酒店 你知道他們回來的時間 是說凌晨差不多四五點的時間 大堂當席的只有兩個人 而我等了整個幾星期之後 那兩個當席的人才再上班 結果終於聞到當晚發生的事情 就是他們當時回到酒店 就已經是 他們陸續回到酒店的時間 說的是十點幾十一點 但是偏偏就在楊思琦和馬來亞中間 夜夜都沒有在他們預定的時間 回到酒店 他們到處去找 但是都找不到 但是呢 去到差不多林天光的時候 那些職員都看到 因為他們都多人在那裡等 就發現兩個很 很隆盡的情況回到 其實他們都估計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 接著這件事就這樣爆了出來 那當時發生的事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根據這兩個酒店店員說的話 就似乎他們兩個就出了些事 然後 那件事報告回來公司 就是跟公司說的時候 公司就下令劇組的所有人要封嘴 不可以將那一晚的事說出來 但是我也說過了 就是那個農府武師 就是他覺得 因為他受了相 只是被人打斷了手 他就很無辜 因為當時惹事那個不是他 但是硬吃那個就是他 那他就跟記者說過一些 件事的事發經過 結果公司 那個禮拜就馬上炒了他 所以之後 那我再跟這個農府武師說的時候 他都完完整整整個字 這麼發出 就是當日的事發就有兩個PK男演員 平時都是河花女兒 喜歡挟挖振 那一晚他們就不懂事 把那個下嫵蟲 然後就惹了 charges 整個劇組幫他們硬吃這些設事 真正是真的 最無辜就是兩個女演員 無端端被人夾了他們整晚 那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 因為只有他們兩個知道 但是根據當日酒店職員的形容 我自己覺得 都應該九成是出了事